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奶仔 今集的貧窮限制想像 會和大家想像一個昂貴的投資項目 就是開電影拍電影 其實我們入戲看電影 雖然幾十元 有時星期二還有特價 但為甚麼開電影要幾百萬 幾千萬 甚至乎幾個億呢 究竟這些錢花了在哪裏 花了在哪裏 花了在哪裏 今天我將會找來一班資深的香港電影人 告訴我這些錢究竟花了在哪裏 對 %XX 送到底 久不見了 客人 很慘 靠近 去盡 看看 我就是看電影看到 倒轉都會背 但自己對白人不見我 記得那麼好的王子俠 那關電影什麼事 我要認識電影人 那你有沒有看過《掛仔》 有的 康雲呢 有的 有的 你認識就行了 跟我來吧 這位重量級嘉賓 厲害 出名 兩個人平常在片場 說不說髒話 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被他罵過 試試吧 來來來來 各位朋友 劉偉強先生 劉偉強導演當然是《鼓客仔》 我小時候最喜歡看《鼓客仔》 我最記得就是 我去租錄影帶的時候 沒有VCD的 沒有電腦 只能夠租錄影帶 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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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沒有租錄影帶 好 劉先生挺白煙 好 劉偉強可以做攝影師 做到想導演再做監製 我奶仔一樣可以 喂 別這麼大聲 劉先生,這裡就是你的工作室 現在不流行宅男 這裡就是我的宅 其實劉先生是沉迷於電影某程度上 他也是我們第一代獨男 不是,我是不是打遊戲 有很多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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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近時我的攝影機 我儲起來 我們有時候都是打遊戲大的 但為什麼你要打那麼多攝影機 你拍那麼多電影 你還有時間打遊戲的嗎 是拿到靈感的 例如我最記得拍這個 拍劇曲傳說 那些畫面 其實你就是在打遊戲裡 將那些卡通片 變成你的畫面的攝像嗎 我想類似是這樣 例如我最先拍這個 《光仔仔》、《風雲》 其實都是漫畫改變的 漫畫的格是很好看的 怎樣你要把漫畫化成這個畫面 你便要考慮 但這個是難的 畫畫的很熱 車子怎樣針 但你真的拍你怎樣拍呢 就會變成都不便宜了 即是你要把那些畫出來的畫像變成 真的拍的時候 那時拍《風雲》就貴了 因為那時香港就是第一次用這個數碼特技 因為特技已經有了 但那時用數碼特技 我們就是第一步了 那時是去研究 因為那時我們不懂 那時我記得我看《火麒麟》 我入電影看的時候 我覺得嘩 嘩 那個電影特技 對 香港相對上 那時是比較先進的特技 其實是否要做一隻《火麒麟》 即是不要說錢 不要說錢 不要說錢 譬如《火麒麟》 我們用了半年時間去研究 我們要做一個泥皎公仔 然後怎樣移動 那隻腳是怎樣的 然後做了之後 就把整隻《火麒麟》掃到電腦裏面 將它畫了很多線 然後數碼化 究竟這隻腳是怎樣的 《火麒麟》抹大一個口是怎樣的 《火麒麟》抹大一個口是怎樣的 兩個月嗎 對 這件很簡單 走進去 看到一個紅色閃閃閃 然後那隻東西出來 出來之後 然後打又龍劍方又成 然後跟著 我想做一年 我知道劉先生想當年都要調威也 有《火麒麟》 有《火麒麟》 總之有《火麒麟》 有《火麒麟》 有什麼《火麒麟》 不是演員才叫《火麒麟》嗎 近時我們沒有那麼多器材 那麼厲害 直升機等等 所以直接調進去 苦衝 然後演員去瀑布 你的電影也要是你去《火麒麟》 我經常是《火麒麟》 自小做攝影師 從廠頂上飛機 會否有些東西可以用錢 可以解決你去《火麒麟》 當然可以租一些《火麒麟》 《火麒麟》 《火麒麟》 那些 但當時有很多器材 沒有不值 可以這樣 變成做人肉直升機 飛來飛去 會否反而是用人肉去《火麒麟》 可能反而是用錢去預約的儀器 會否有些不同 當然時間會節省很多 例如你設一個《火麒麟》 從廠頭到廠尾飛去那裡 可能是用藥 但可能調到司機師 調到那裡 可能是有種搞定的 因為純粹是比較害怕 比較刺激 所以現在要調到周身雙橫 所以要有照片 有照片 作為一個電影導演監製 其實你這裡有一個影院 我都不出奇 但你平時會否去戲院看電影 在自己的影院看電影 是最舒服的 我當然喜歡進戲院 支持一下 但現在我通常在這裡看 我沒有人那麼傻 會花這麼多錢 去製造這麼好的音響 這個銀幕 因為這個基本上是比戲院好 你這裡真的不便宜了 你回看圍本嗎 這間房是另外賺很多錢 即是已經回本了 租給他爸爸搞三十會 不會 我這裡不讓別人 因為平時我吃飯之後 我就會在這裏 看很多資訊 現在我正在做後期 很多時候看畫面 看特技 看電影 看電影 聽對白 都在這裏 所以雖然我花費很大 但我在這裡拿了很多東西 我會覺得如果去看其他人 你會覺得這是一個奢華的東西 但劉先生你是一個電影人 即製作人 我覺得這是你的身材工具 也算是 因為你很簡單 譬如你坐車手 你的車一定是要很漂亮 例如駕駛 你都要花時間去建造 我看到這個是你的 可以說是你的賺錢工具 我是貧窮限制想像的主持人 哪個 其實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很想向電影葉進發 但有時候他們都會覺得 預算上是一個問題 是 你覺得他們經常說預算上的問題 但這個夢想 其實對他們來說 是否相對上比較遠 真的 貴一貴拍 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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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就是 近年我做導演 年輕人都沒有錢拍 有些用力的方法去拍 即是怎樣劇本做好些 怎樣想得清楚些 怎樣我的鏡頭會有力些 給車聲 你有沒有發覺 你聽人家說話越來越慢 是嗎 是 為甚麼 即是代表你做主持的經驗 越來越豐富 你說話就會越來越快 即是近年我們很窮 變成窮便可以有鬥志 即是否反而可能是 那套電影的成本低 但正正因為沒什麼錢 所有東西想得小一點 有趣一點 出來反而是好過貴的電影 有這樣的問題嗎 很多一套都是這樣 哪一套你記得是便宜的 但出到來很厲害的 你猜客第一套便便便宜 喂 導演 為何你要我扮陳腦 但有鯉棍巴聲 現在又說 你上大學可以 把基地搬過去 因為你還有一個辦公室 在香港 不止一個 總之香港經常是我的基地 我經常教小孩 要喝水私語 這是我生的地方 我可以隨著北京去看 但香港始終是我的基地 這是很堅持 我一定有一個辦公室 我就是想留下一些紀念 不是紀念 紀念我 紀念的人 很多人 譬如有很多電影機 很多近時 由我小孩用的傻瓜機 那時候我可以分享一些經驗 因為我為何做成這樣 就是想分享一些經驗 有戲院大家可以 有時有導演沒什麼錢 我借給你 我借給別人看 所以這是我很想做的 因為電影對我這麼好 可以養家, 賺到錢 可以生活 這是我覺得應該做的 今天我們這組組 主要是在不同地方拍攝節目 但我也覺得健康 我自己比較辛苦 我今天做導演 我們不如拍一部電影 然後放上院線 賺錢一起分, 對賊好嗎? 首先叫我, 導演線 奶度 是否要嗲嗲的導演? 試試 導演 多一點 導演 好, 再多一點 導演 我保持你的動作 叫我奶度… 奶度 好 拍攝愛情片 就最容易中 你的心情對網 想走? 走得出我手指縫嗎? 光是愛情元素 觀眾可能覺得悶 加一點恐怖的東西 觀感就合適了 停 電影 你沒有脫掉角色 對 剛才你葉類型康 你捕捉到嗎? 大家都感覺到 這些就是戲 對, 所有元素都有 愛情片, 恐怖片 你有小朋友的顧客 都可以了 不如我們把這段影片拿去戲院 然後叫劉慧強和演員做監製 我們就賺錢了 你猜上一部電影真的這麼容易嗎? 不如我請戲院的經理出來 跟你聊聊天吧 好, 你這句話一定在稿裡 說話的感覺就是這樣 你好, Gloria 我想問你在戲院的職位是甚麼 我是這裡的市場推廣部經理 市場推廣部經理 你的職責是… 我的職責其實是公開戲院 有時候可能在營運上 我也會幫忙 剛才賴仔說他拍了一部電影 你當女主角 是我當女主角 他當導演 你介紹一下這是我們新進的靈坤 這是我們百萬票房導演阿賴 我們拍了一部電影 我想知道是否所有人拍的電影 都可以在戲院上映 還是要認識你 認識我沒有著數 最重要是認識髮行公司 因為你要找髮行公司 看看他們對你的電影有沒有興趣 就來到他們幫忙做宣發的工作 宣傳和髮行公司 那你怎樣決定那些電影 是會長次多一些 還是長次少一些 這個比較直接的就是看一部電影 收不收得它的票房如何 那票房是好的 那我在戲院各方面 我就會多賺多些錢 Goyera 你剛才說要認識髮行商 他們是要喜歡我這部電影 才會讓你們戲院去上 一般來說戲院是不會決定接收那部電影 是嗎? 發行商會找很多戲院的代表來看試片 如果看完試片之後 他們戲院的人很喜歡這部電影 那你就會說 這部電影有能力 我再多排幾場才會這樣做 那部電影會否在戲院出現 就是發行商決定的 但是那些戲院的老闆 或者市場部經理就會去看 跟發行商說 Dada這部電影很棒 接著它就會發行 其實主導拳也是在戲院那邊 我覺得Dada這部電影很好 那我就接回來 大家一起合作 這樣會發行商 就是放映這部電影 好 那你就可以決定到 它放映的次數 次數 對 原來是這樣 如果… 我們這部電影是130分鐘 那是否一個標準的片場 其實最標準的香港攝影片 就是90分鐘 但是至少我們看的電影 通常都至少60分鐘以上 有這個標準嗎? 沒有就上不了的 有沒有這個標準 因為至少60分鐘 你才可以允許參選這個金像獎 如果是這個票房一千萬 那是有多少人在睡這件事? 主要就是戲院、片主、房間 就是分兩邊 就是說如果我用了一千萬 去拍攝那部電影 然後現在放在戲院播放 我又很厲害 收到一千萬票房 就是說如果50%是戲院的 就是說有五百萬就去了戲院 也有五百萬去了我 就是說如果我要回本 我要是票房 拿到二千萬 我才可以收到一半 那我就回本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其實再仔細一點說 我們第一個星期 分成可能是五、六、四 但是第二個星期 其實就會變成七、三 其實戲院的分成比較大 所以其實第一個星期的票房 對於一部電影的片主來說 是很重要的 就是說以Goria這樣說 可能真的要三倍 如果我拍攝一部一千萬的電影 所以我分分鐘要拿到三千萬票房 才可以賠到一部電影 對,所以你想想 你的電影能不能上畫 不如問問Goria 其實你有沒有遇過一些 最長或最短的上畫時間的電影? 最長的,我聽過九十年代 有一部日本電影 是上映超過五百多天的 五百,即是一年多 一年多 對,最短的我聽過兩天都有 它是在香港戲院還是在日本? 香港的戲院 Goria,我記得我小時候 去戲院看戲的時候 那個放影的戲 有時候放得很低 有些人不遲入場 走過就會看到 整個戲院都是一個人頭 現在這部電影 好像跟我們小時候的不同 以前的放影模式是怎樣 現在又是怎樣的? 以前後面有一個房間 很大的房間 有一個放影系統 但起碼是十年前 我聽說 對了,現在真的 你看到這裡是一個房間 你現在已經不會再有房間 你下方經過 亦都不太看見 有東西在這裡 我們就是在這裡 中間隔離 然後旁邊的房間 是放影室 按幾個按鈕 這樣控制所有東西 即是現在這裡 已經是一部很厲害的投影機 然後用光纖碼 連結了按鈕就可以了 賴西,你對放影室有興趣 我帶你去看看 好,你試試看 好,這裡就是我們的放影室 這麼小嗎? 對 現在不需要有很大的地方 真的兩部電腦 就可以觸碰這麼多的營園 我還以為起碼有100呎 都要擺放一些東西 但原來是… 我們平時看電影這麼厲害 原來是兩部電腦就完成了 對,因為現在已經不會 行飛鏡的系統 我們現在行的叫DCP系統 所以有一部電腦 就算有10個房間 都會在這部電腦的控制室 按幾個按鈕這樣玩 其實一個人就可以操控了 可以,這麼說 這個是操控播放的影片 那這個呢? 這個是另一部電腦 我們自己排行程 就是一個XL 自己方便看 即是不會播錯電影 可以 那這些燈又是做甚麼的? Gory 這些就是控制我們每個房間的 燈光的光陰程度 半燈、全燈、或是色燈 即是我現在按一個按鈕 那部電腦就會亮亮 沒錯 我想問一下這部電腦 但又沒有一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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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其實就是這裡一度處理劑 是否音響的音響 還回立體性 沒錯 沒錯 很害怕 沒錯 沒有這部電腦的音響就不行了 就沒有聲音了 是 就是因為這部電腦 幾百萬 看上去兩部電腦好像很輕鬆 但那部電腦很輕鬆 但這些相機、投影器、投影鏡 那張椅子全部都是錢 想不到現在的戲院 還有按摩椅的功能 就是了, 還壞了 這麼舒服, 怎麼專心看電影 我還停留在戲院 是可以吃飯和咬借的年代 Goria 為什麼你們戲院 會有這個按摩椅功能 這個戲院的主意 因為我們開啟這個 新品牌的戲院的時候 就想做一些特別的事 那時候我們就想 有什麼可以舒服地看起來 那便莫過於真的按摩地看起來 普通的戲院椅 和這張按摩椅 成本都不一樣 那會不會相對 票價也比較貴 沒有這個按摩椅 是多少張票 100元一張票 是普通院的吧 但如果我們有按摩功能 這個其實很划算 是230元左右的一張 230元一張 又有按摩 你鎖一個半小時 也有兩拍 也很划算 而且如果有人鎖到睡著了 就像剛才Dada 你做的精裝 精裝靚昆昆陰陽路之愛情故事 你喜歡 就算不好看 人們按著按著 睡著了 都可以過了日神 就是不會戒椅 如果戒椅也很麻煩 這張椅子這麼貴 如果真的假設那張椅子 我可能要你賠 Karia 其實這裡如果想包場 多少錢 我們都乘回你 230元一張票 乘回這裡 幾個位置 八個位置 兩千多三千元 即是就這樣計算 沒有額外收費嗎 沒有 這樣也不錯 我也想問一下 其實這個包場服務 你遇過最特別的包場 是甚麼活動 最特別是求婚 通常有些男士 可能會試過半年前已經預訂 很緊張 半年? 會不會說我有一條求婚片在播 可以這樣播嗎 可以…很多男士會這樣做 不如遲些貧窮限制想像的第一集 我們就預訂這裡 大家就可以一起看 只是238元乘八張而已 謝謝奶仔 你好 平時大家看的東西是在電視看的 在戲院看的 其實我覺得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製作和轉持方面 其實真的達到電影級的級數 我覺得一間戲院 對於電影是非常重要的 雖然現在很多時候 有很多平台可以看 很多電影級的製作 但可能我們從小到大 進到戲院看電影的感覺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我覺得戲院賦予了一個 很寧靜的空間 你會很專心 而且不是給月費 因為現在很多平台都是給月費 不喜歡那部電影 你會很快、很無情地按走它 但你去戲院看電影 你真的會買票去看電影 沒有看電影 你也會繼續努力看 有時候有些電影 可能是一開始不好看 但慢慢掉下去才好看 所以我覺得戲院真的可以 可以賦予到人的一個空間 好像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所以很值得保留 我想拍戲 我還不想拍戲 拍攝這個薄薄的 我們要做電影就好嗎? 可以收費 好 Das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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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 快點 回答 露不好